有位同修呢 有位同修的孩子有学习障碍 那么同修教育孩子学佛念经很精进 可是在孩子读书方面呢 就没什么教导 让家人误解 请问师父 同修怎么做才比较恰当呢 什么问题啊 哦 是这样的 这位同修呢 他的孩子他有学习障碍的 那么这位同修呢 他就很精进的把这个孩子 教育成学佛念经很精进 可是呢 在孩子读书方面 他就没什么教导 让自己的家人误解了 那么请问师父 同修怎么做才比较恰当呢 正常的合乎逻辑的教育 自己的孩子比较正常 明白了吗 嗯 如果你有任何不符合逻辑的 他又不是和尚 他又不是居士 你把他读书不好好读 知道脑残有障碍 你拼命的教他念佛 你家里人当然觉得对你有意见了 嗯 听得懂吗 明白 你要跟他说一边教他读书 一边教他念经 那这样家人就能接受嘛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你好 感谢富尔 中文字幕——YK